台东拥有最长的海岸线 十分适合发展蓝色公路 而议员黄志维一号上午就特别 就台东线发展游艇产业和农业处进行讨论 并且希望县府能够订定相关的自治条例 期盼能够成为台东观光的新亮点 游艇观光近年在国内逐渐的盛行 拥有全台最长海岸线的台东 十分具有发展的潜力 议员黄志维也特别就此议题 与农业处进行讨论 本议会在前几个月也进行了一个 蓝色公路的一个考察 事实上每个议员都有反映说 能够在太平洋上远望台湾的海岸山脉 跟中央山脉是一件非常美丽 而且心情非常愉快的一件休闲活动 本期在这边曾经讨论说 目前台东的小型渔港的设施 能不能作为游艇事业或游艇观光使用 我想建议的就是说 事实上台东在发展小型游艇观光事业上 它是看得见未来的 那县政府如何搭配这些民众的需求 去做设施的补强 法规的问题 当然过去没有 不代表以后就没有 这或许可以来跟各部会 跟观光局 跟我们的交通部来做讨论 是否能够针对这种小型游艇的一个规范 包括小型港口的使用来做讨论 包括我看我们农业处也针对花冬基金也有 要了一些预算针对码头改善的计划 那代表事实上 花冬基金或是前瞻计划 它都是有足够的经费能够来 依注地方的港口设施改善 那既然有这个费用 那我们县政府来努力一下 把基本设施给处理好 再把观光一块结合起来 未来我相信 如果能够在发展小型游艇事业上 做得很好的话 它或许会成为热气球 或许会成为冲浪的第三个 受人瞩目的一个项目 黄作为强调 台东的观光产业 除了陆地上的亮点之外 海上的亮点 更是潜力无穷 县府若能朝此方向努力 将可为台东带来 新一波的观光热潮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